这个大爷太狠了 取出别针 往脖子上一扎 再用力一拽 疼得他挖挖大叫 不过还是咬牙坚持住 在三根别针的加持下 皮肤又恢复了弹性 见耳毛这么长 他挖了一点强力胶 哭吃一下全部塞进耳朵里 等凝固后 双手用力一拽 疼得我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看到一嘴大黄牙 赶紧抹了点增白剂 又用错刀去掉脚上的死皮 轻轻一吹 这也太多了吧 紧接着拽下娃娃的眼睛 安到自己上面 这卡兹兰大眼睛也太迷人了 把胡子涂黑 眉毛修理正齐 最后戴上假发 做完这一切 时间刚刚好 原来八十岁的大壮 突然想找个老伴 于是在相亲杂志上选了个美女 戴上礼物准备出发 刚要出门 看到钩楼的后背 他拿起电线轻轻一碰 在强烈电流的刺激下 后背瞬间变得笔直 出门时 就成了个帅气的小伙子 他跟女友一起约会 一起吃冰激凌 一起去海边度假 可跑着跑着 差点闪了腰 两人的感情也快速升温 这天带着女友兜风时 突然压到了石头 别针差点崩开 当进入花海时 女友一个没忍住 打了个喷嚏 脸皮就掉了下来 原来她是个老太太 吓了大壮一跳 急忙踩刹车 可用力过猛 脖子上的别针崩开 女孩正在睡觉 突然身后冒出三只手来 紧接着冒出更多只 慢慢向女孩抓去 在接触的一瞬间 她竟然醒了过来 看到这么多手 一下坐了起来 原来刚刚是一场梦 她急忙拿起电话 打给了好友 可仔细一看 电线竟然是断的 不过话筒里 居然传来好友的声音 正在这时 一只手伸了出来 随后是更多只 吓得她急忙挂断电话 不料旁边伸出一只手 悄悄向上 啪的一声关闭了台灯 女孩非常害怕 伸出手 又把台灯打开了 可还是不放心 突然沙发下面伸出一只手 一把抓住她的脚 吓得她缩到了沙发上 这时手又跑到身后 她一扭头 吓得急忙跑开了 随后来到卫生间 可厕所里也冒出一只手来 点亮红心加关注 发送抱拳 躲进安全屋里 她非常害怕 又跑到次卧 关上门 锁了起来 可低头一看 手从门缝里伸了进来 吓得她跳到床上 手还在不断向里伸 柜子里也冒出无数只手 女孩快要崩溃了 这时一只手爬上后背 她大叫一声 被按到了床上 随后无数手伸了过来 慢慢掐住她的脖子 她拼命挣扎 就是挣脱不开 之后手越来越多 呼吸越来越困难 定睛一看 怎么剩下一只手了 原来是她掐着自己的脖子 越来越用力 慢慢没了呼吸 突然她又坐了起来 幸好刚才在做梦 可刚松了一口气 身后就冒出一只手来 那么问题来了 你说这次是不是在做梦呢 把玻璃放到面包上 做成三明治 随后端了出来 老头放到水里 咯吱咯吱嚼了起来 吃的那叫一个香 吓得老太太连连后退 点亮红心加关注 发送抱拳 躲进安全屋里 结果刚吃完 她还要三明治 女人非常生气 看到桌子上的洗洁精 毫不犹豫的倒在面包上 随后将三明治端了过来 老头还嫌速度太慢 然后大口大口吃了起来 可妻子刚回到座位上 老头又吵着要三明治 显然她是个兽气包 不敢违抗命令 听到老头的骂声 她非常生气 眼睛一瞥 看到碗里的猫屎 夹了一颗最大的放到上面 心惊胆战的端了出来 可老头并没发现异常 觉得味道相当不错 妻子急忙跑进屋里 可刚坐下 老头又要三明治 她彻底崩溃了 可还是不敢违抗命令 突然一不小心 瓶子掉到了地上 她打扫垃圾时 想到一个好主意 把玻璃放到面包上 端出来时 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老头把面包放到嘴里 咯吱咯吱咬了起来 吓得妻子连连后退 可刚工作没多久 老头就让她过去 她放下毛衣 忐忑地走了出来 而丈夫早就成了一堆白骨 旁边还堆满了发霉的三明治 原来她早就死了 只是妻子还沉浸在 丈夫的虐待中 无法走出 依旧觉得老头 在不停地要三明治 虽然这是一部恐怖短片 却把家庭暴力的可怕 展示得淋漓尽致 所以大家要对妻子好一点 这是一面照妖镜 男孩低下头 镜子却没有变化 吓了她一跳 可仔细一看 又没有问题 于是拿起牙刷 可刚放到嘴里 镜中就冒出无数火星 她定睛一看 确定不是做梦 于是把手缩了回来 发现牙刷没有问题 又拿起刮胡刀 可镜中的自己竟然拿着菜刀 她微微一笑 拿起刮胡刀在脸上刮了起来 镜中的自己则一脸茫然 在脸上比划了两下 可还是下不去手 于是放下菜刀 拿起了刮胡刀 怎么感觉方向有点不对呢 随后拿起一瓶香水 镜中人迫不及待地用力一按 居然喷出了熊熊大火 不过烧了半天 一点事都没有 又掏出一根棉签 镜中人拿出了螺丝刀 小帅不慌不忙地掏了掏耳朵 镜中人看看手中的螺丝刀 眼睛一闭 就插入耳朵里 顿时冒出无数鲜血 紧接着拿起一瓶眼药水 拧开盖子 不慌不忙滴露眼睛里 而镜中人手中拿了一瓶辣椒酱 他拧开盖子 举起瓶子 对准眼睛倒了下去 终于挤出了一滴辣椒水 他一声惨叫 急忙捂住眼睛 用力搂了几下 一会儿就没事了 还做了个嚣张的手势 小帅也不惯着他 拿起手枪 子弹上膛 对准镜中人 哭吃就是一枪 不过这样他都没事 于是拿起一颗手雷 看了看拉环 手伸了进去 用力一拽 镜中人还很得意 小帅扭过手雷 原来刚才是个假动作 随后就发生了爆炸 你觉得镜子恢复正常了吗 男孩刚响嘘嘘 突然马桶盖动了起来 低头一看 马桶盖不停地抖动 仿佛有什么东西 要出来似的 他急忙蹲下身子 伸出手来掀开马桶盖 定睛一看 里面竟然出现个小丑 还跟小帅打了个招呼 可他并没有害怕 想把小帅冲下去 可试了几次 马桶都没反应 于是抬起头来 按下紧急逃脱按钮 随后站起身走了出去 砰的一声关上门 顿时冒出无数红光 马桶不停地颤抖 小丑也慌了神 原来马桶下面有个喷射火箭 砰的一声钻出大楼 以80麦的速度飞向空中 吓得小丑吱乱叫 而小帅并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拿起遥控器 启动开关 按下绿色按钮 马桶接收到信号 闪着红光 开启了倒计时 小丑拼命嘶吼却无济于事 飞向了外太空 随后砰的一声发生了爆炸 你以为就这样完了吗 这天小帅下班回家 把塑料袋扔进垃圾桶中 可刚走几步 塑料袋又飞了回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紧走几步 捡起塑料袋 又扔了进去 可刚走两步 又被扔了出来 这下他不淡定了 转过身去 捡起垃圾袋 可刚扔到垃圾桶里 就被扔了出来 小帅彻底怒了 不停地跺着脚 捡起塑料袋后 在垃圾桶口停了下来 定睛望去 小丑又冒了出来 还不停地嘲笑小帅 小帅非常生气 放下背包 拉开拉链 里面竟然装了个火箭筒 拿出来后 把垃圾袋放了进去 随后扛到肩上 对着垃圾桶按下按钮 就发生了爆炸 一声惨叫过后 就没了动静 你说这次小丑死了吗 今天可以帮我 Take care